今天又来说 这么好看 这么精彩的优选作品 到底我们透过哪些大平台可以看到呢 是的 那分享一下 在这个每周六晚间9点钟 请锁定CH3公用频道 就可以欣赏到我们历年的 新北市纪录片奖的优选作品了 详情的节目表 请上我们的官方部落格 以及粉丝专页 到底2017年的新北市纪录片奖 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马上我们就有请张琪强剧长 来我们分享 有请剧长 让我们站中间 要跟我一起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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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童 好 呃 大家好 呃 我想 同仁要跟会报告的事情很多 我希望都能记住 不过在要讲之前 我想先提两件事 就是 今年的 台湾电影界呢 最近一个月发生了两件事情 呃 但我还想第二件事 就是在今年的这个金马奖上面 大概很多的所谓的大奖 都被大陆出品的电影 或者是电影的人给抱走了 让台湾电影界觉得蛮沮丧的 但我想就像 呃 赵德映导演 是 赵德映导演所讲的一句话 他说 他必须要感谢台湾的自由和多元 不然不会有今天的赵德映 我想其实对于台湾的纪录片工作者来说 自由和多元 更是让台湾的纪录片 可以在华语纪录片里面 享有一席之地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必须要说 对于今天台湾电影界来讲 金马奖的不理想 没有关系 明年再来 但别忘了 台湾的还有纪录片 自由跟多元 正是让台湾的纪录片 可以更蓬勃发展的空气和土壤 所以正因为如此呢 我要讲的第二件事 就是明年的新北市纪录片奖 将要扩大带领 让更多的台湾纪录片 可以被看见 让更多的华语纪录片 可以在台湾被看见 从明年9月开始 我们很高兴可以跟Cinex合作 我们将应该是连续五年 或就连续五年 在台北市举行的Cinex主题影展 将仪式在新北市举行 我们将进行长达一个月的 新北市国际华语纪录片月 除了刚刚提到的Cinex主题影展之外呢 还当然包括了 我们每一年的 新北市纪录片奖的 优选入围作品 以及 新北市纪录片奖 将和香港华语纪录片节合作 我们将推动 港台两地的纪录片导演的 互访交流 影片的公开放映 以及公开的座谈 当然 今年我们的新北市纪录片奖 将和往年一样 将会从今天开始 征鉴一直到二月底为止 从里面我们会选出 十二部优选作品 每一部片子呢 会发给三十三万元的拍片辅导金 并且从这十二部片子里面 再选出三部的 最后的所谓的一二三名 分别给予五万到十万元的奖金 当然过去六年以来 我们透过这样的奖项的举办 我们认识了很多很多非常棒的导演 像今天在座的陈科翰 吕楼轩 还有邀克法 那我们也将来明天 举行这个邀克法的 不及不离的一个 包场的一个电影放映 我想我必须说 对于这部片子 我还没有看过 但是我从一些 影片的一些介绍内容来讲 我觉得它虽然叙述的 跟我们也许是 有一些距离的一个 马来西亚共产党故事 但是我想这里面 很多故事 也许可以让 我们这一代台湾人 有一些启示 因为里面的确有些事情 跟台湾 从1945年到1949年 这一路走来的过程 是有一些类似 也有些感动的 我想在纪录片这个领域里面 新北市 永远是各位 纪录片工作者 最忠实 也最坚定的支持者 同时 我们不仅是支持者 我们更是 一起工作的伙伴 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张局长 感谢 所以张局长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新北市 即将有这个 新北市国际华人 纪录片也将与CNEX合作 那马上我们就有请 CNEX的董事长 蒋冼 蒋冼 蒋董事长 上台我们收集一句话 有请 各位好朋友 刚刚其实 刚刚其实局长讲到说 今年的金马奖 就是 其实大家应该知道 纪录片 其实最后留在了台湾 对吧 这个也对大家来讲 也是一耍过去 几年的这个 一个忧郁 那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 眺望其实也不只是台湾 也希望说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 一个华语纪录片的一个 一个共同的一个大圈子 那我想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与到 这个新北市的纪录片的 针箭气跑的纪录片 其实拍片的人都知道 做纪录片真的很不容易 不仅是说财务上 不仅故事上 很多结局都不知道在哪里 因为纪录片的这个真正 它的故事其实是掌握在老天的手上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制片的工作人员 其实一直不断的得推进再推进再推进 然后跟着这个故事一直在发展 那这个推进的过程中 其实背后需要很多的推手 所以其实作为推手也是一样的不容易 我想新北市其实在过去这七年走下来 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你的坚定不一样 因为对于纪录片的推动 它本身是对于题材不设限 对于资金的支持 对于很多拍摄者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奥远 所以已经变成一个新北的阵地 我想正因为不设限 我们其实每年都看到非常棒的一些经验的作品 让每一年每一年的感动不止 那我们自己在做纪录片的这个平台 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的一些导演 诶 怎么这个都是新北市的首面孔 也就是变成不管是致汉 或者是之前还有什么富余 还有周文青等等 其实他们也都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调导还没有来过 宇伦还没来过 但我们看到很多新北市所合作过的导演 他在台湾的或者甚至整个亚洲的提案的圈子里面 都是非常活跃的 他仿佛已经有一个前哨站 他是一个娱乐的地方 他是一个起跑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来关注 新北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你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些斩了头角 不仅是新锐 其实也有很多知识的导演 所以今年我们看到的 因为新年会有作品是什么 就从今年还有香港的导演以来 他已经变成有另外一种 像未来还会推展到华语 或者华文的芯片的话 听起来他的这个门开得更大 那我们也很高兴说 今年Ginex能够跟新北市的一起来筹备 筹办接下来的一个芯片乐 不仅是结合双方的力量 能够带给新北市更多的这个观众的体验 然后新北市其实相信也是 纪录片北部最重要的 纪录片的工作者最重要的居住的地方 我相信这个平台 会打造出一个非常新的气象 所以预祝今天我们这个起跑 能够非常顺利成功增建 非常的有越 谢谢大家 是 谢谢Ben 请留步 最后面有准备了一个礼物 要致赠给我们的张局长 好 对不对 好 那有请张局长上台修正 这个礼物就是 Cinex所出品的纪录片DVD套组 好想得到喔 谢谢 我们看中间的摄影机两位 好 是 好 很多摄影机 我们看一下左边直播是不是 那个摄影机 两位看左边 那个手 谢谢 现在直播的时代 好 谢谢两位 谢谢张局长 谢谢张董事长 感谢感谢 谢谢 谢谢两位 先先回座 是的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许多历年的 悠玄影片的导演们 算是回娘家 来以过来的身份 给即将参加的创作者们 一些建议跟意见喔 首先我们欢迎的是 2014年新北市纪录片奖的亚军得主 《那个静默的阳光舞后》的成真寒导演 以及2016年新北市纪录片奖的 首奖得主与楼轩导演神明事务所 欢迎两位 来 指在中间 是 新增现场的QP 媒体中 我们打声招呼 Lady first 大家好 我是神明事务所的导演 余奖宣 是 欢迎 大家好 我是《那个地步》的云光波的导演 陈志涵 是 谢谢 欢迎欢迎 是 两位都是历年的获奖导演 对于获得这个 新北市纪录片给予的第一桶金 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 来分享一下好吗 来 吕导演先 吕导演 谢谢 对 因为我参加两次新北市纪录片的时候 我还是学生 那其实对从学生来说 第一桶金非常重要 尤其是我参加过新北市纪录片两次 那第一次就拿到了补助 那用第一次的钱 我们就去哪里买的一台摄影机 因为我觉得没有这第一笔钱 可能连第二次下面的事物所都拍不出来 对 这很重要 陈志涵呢 呃 其实我 呃 我这一部制度片啊 那个经文两货五扣 我明年要上院线 对 然后 当时在开始制作的时候 其实我后去有拿到一些钱 可是 其实第一桶金 其实让开启我制作的那一桶金 其实是在新北市纪录片这样拿到的 嗯 然后我才有后续的这些进展 这样 然后我觉得 对剧片导演导演来说 其实最重要的 不外乎是资金 跟判全 对 那我觉得这个奖非常好的一个也是 判全 会归导演 判全在导演圈上 然后资金呢 其实33万已经做蛮多了 对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它和销非常方便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觉得这个奖是 这个奖是 呃 台湾 因为我常 我常常去 去很多地方 找自己嘛 我觉得这个奖是 对台湾纪录片工作者 最友善的 管道 是 不过这句话 可能要 不要 不要太大肆宣传 哈哈哈哈 已经直播了 好 到时候我去别的地方拿奖 拿不到 哈哈哈 不过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以这个波来人的经验 获奖导演 来分享给这个即将参加的 新的创作者 有哪些建议 跟地生秘诀吗 有没有 来来来 对 这个话题很爽 对 地生秘诀 本来算今天菜鸟 建议 建议的话 因为参加两次提案 我就是第二天才去提案 那我第一次就是先去试看一下笔情 那就看一些前辈啊 怎么提案的 然后 也有哪些小漏洞啊 小疤病啊 被评审就挑出来了 就把它记在 笔记本上 说自己提案的时候 可能要小碎 哇 蛮有心机的 哈哈哈哈 我被人要血腫 陈大卫 你也是这样 对没有 还是他就是被你看到的 对 所以把PK掉这样 没有人拍菜 哦没有啊 我现在来补充一下 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自己要拍什么样的故事 然后把这个故事讲清楚 然后人物 到底这个人 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还有一个 我觉得反而是 呃 因为我们纪录片 拍出来之后 其实 其实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 嗯 所以我觉得 那个企划 还有那个样片 就是不要制作给同温层的人看 就是最好是大气层底下的人类都看得到 对 就是让大家都可以知道说 你到底在拍什么 像我就会 像我都会 写完企划 或是 样片做完 都给我老婆看 嗯 我老婆是专门在看偶像剧的 好吗 对这片 没什么色略这样 所以 然后这个人又很毒舌 所以当他 你给他看的时候 他看不懂的时候 我就说 哦 这个是我这个气光人家看不懂 反而客观的 对对 我要show一下这样 然后越多这样子的人 看的时候 他其实就会形成一种客观 可是他主观的想法 很多很多就会变成很客观 然后 我在根据他看到的东西 我在一直往下往下往下去发展 这样 我觉得他就会变成是一个 一般人很容易就可以理解的 一部片 因为到时候在提案的时候 才短短的15分钟 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有办法在这15分钟之内 那 所有人很快的进入状况 这也是很重要的 秘诀 必胜的秘诀 哇真的很宝贵 掌声吸气两位了 好不好 看到片道了 谢谢刘文新导演 谢谢陈志安导演 请先回座 是